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2月13日星期二 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我們首先看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從北京時間大年初二2月11日開始 有關中國山東發生特大槍散案的消息 不斷從社交媒體傳出 但中共官媒一律未見報導 一些零星的相關報導也被刪除 目前傳出較為可靠的消息指 兇手三十多歲 是山東日照女縣澤科村人 有輕微殘疾 從小過繼給叔叔 澤科村當前以種植煙草為產業 他的內部矛盾糾紛比較複雜 受害人當中有人曾經在主犯被判入獄時出庭作證 兇手態度堅決 事發現場幾乎全部都是致命傷 沒有打算留戶口 死者是兩家人其中有小孩 其中一個曾經是兇手的老師 使用的土砲是用裝修工具改造的 事發在當日深夜 目前條村已經封路 死亡的醫生27歲左右 剛剛結婚沒多久 有一個剛剛出生的孩子 工作於駱河鎮衛生院 兇手人數目前存在爭議 但多數消息來源都表示 兇手圍團火作案有3至5人 有一個消息來源說只有一個人 兇手犯案之前藏在駱河鎮旁邊的 鹽莊街道朱丁村 武器由釘槍改裝打鋼彈 但死者多數是斬傷 主要犯罪工具仍然是用到 消息來源都表示被捕的應該就是主犯 因為他沒有離開現場 主犯和兩家死者之間的矛盾 是學生時代的恩怨 目前部分傷者被送至 鄰近移水院的臨兒中心醫院 有傳聞指當地醫療系統正在研究 如何將兇手判定為重度精神病 這樣案件性質會降低很多 但這樣可能會讓醫療系統 從原本有同事因公犧牲的受害方 變成責任方 因為精神病人是醫療系統管理的 包括判定、管理、接收治療等 這樣也都印證了此前社交媒體上 曾經出現為醫護人員哭冤的鐵文 目前已經證實有21人死亡、20多人受傷 而且死亡數字還在不斷地攀升 語音內容說 目前山東落河當地的信號全部屏蔽 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全部封鎖 警方已經將整個城市包圍 落河當地處於軍管狀態 上述消息雖然在社交媒體熱傳 但中共官媒一律未雨報導 就連鳳凰網先前的報導也已經刪除 2月11日 鳳凰網報導了這宗兇殺案 標題為網傳山東女縣一男子 涉嫌傷害多名村民 官方說疑犯已經被控制 但文章很快被刪除 只能在Google看到搜索記錄 2月12日上午 鳳凰網再度報導山東日照女縣兇殺案 標題為山東某縣命案追蹤 官方說受害者超過10人 一名疑犯已經被控制 但報導再被刪除 有媒體轉發該報導也很快被刪除 截至發稿時 在中國大陸微博熱手和百度熱手 都沒有出現有關上述案件的消息 搜索山東日照女縣 或者山東日照女縣澤科村 搜索不到任何相關的案件內容 阿根廷球王美斯香港行 未出場比賽事件引發大風波 之前有報導說 阿根廷球隊3月份的中國行 已經被北京全部取消 但目前有消息說 事態突然出現反轉 北京高層突然軟化 希望照常繼續美斯的中國行 而托中共大腳 被稱為未來準特首的霍啟光 和他的兄弟 中國香港足球總會主席霍啟山 反而被擺上桌 有報導說 北京高層 希望照常推進美斯的中國行 不想剛上線 報導還說 黨魁習近平是美斯的粉絲 而香港媒體的火力問責 轉移到港府 對象包括中國香港足總主席霍啟山 和他的包卿 中國人大港區代表 香港體育及文化界立法會議員 霍啟光 霍啟光曾先後發文質疑 美斯負傷的事實 要求美斯出面回應 香港媒體更披露 遞底穩的主辦方 哥哥拍的版 但就簽便宜的 非強制美斯上場合約 甚至合約金額 強行少了 麥亞密國際開價的港幣3,000萬 都知他未受強制性的違約規定 因此美斯並未上場 報導說 中方咬定是給了100元 發了50元的貨 現在被揭穿的是 給了50元 要求買家給100元的貨 不敢起訴麥亞密 只是潑苦罵街 沒有任何法律行動 最後還承認 起訴為例不容易 微博評論區已經反轉 粉紅都改為鬧霍啟光兩兄弟 連網易新聞都轉風向幫美斯 有人說霍家兄弟 你用港共抹黑美斯 吃兩家茶禮 也有人說霍啟光跟得太貼 不懂中共的玩法 更有人提醒 中共不想把美斯徹底推向對立面 還是想利用國際體壇大人物的 不可估計的影響力 所以中共就開始拋出李啟光 保住李家超了 農年開年 多地黨媒發聲 刊登社論 陪習近平散方 唱響太平城勢 而今年民間拜廟勢頭 明顯超過往年 只是北京雍和工就有6萬人上香 股民求佛組幫A股紅起 除此之外 農年一開年幾件國際大事 都令北京年番出醜 這都顯示北京面臨農年失控的前景 年前習近平開會 在叫出看中國風景這邊讀好的話之後 多地黨媒發聲刊登新春社論 都回應習近平將日子覺得更好命令 《光明日報》是繼續延續文革為風 用光明來敘述糟糕高的2023年 文遲邏輯都在虛扣接下來的日子有多麼好 《新聞日報》社論 滿為憧憬向著春天進發 看標題都是憧憬 也就是沒有現實的拋影 而《新京報》的社論是 春天14億份願望向上生長 看著好像是被黨打雞血 感覺有點反諷的意思 一是14億人的數字都是謊言立 二、14億人都期盼的願望 也就是14億人在害怕春天來了 依然是一場空 不管如何唱響盛勢 但是很多民眾心裡都有數 今天2月12日正值中國新年 中共黨媒浙江宣傳開始年度大吹噴 法文說這屆年輕人真的不想結婚嗎? 婚戀不僅是家事更是國事 文章分析了年輕人不願結婚的部分原因 比如追求個體獨立、婚戀成本障礙、網絡文化影響等 不過文章重點落在勸導年輕人結婚上 更將問題上升的國事上 文章提到2022年傳過依法辦理結婚登記的 有683萬5千隊,連續第九年下降 婚戀不僅是家事更是國事 有人說都上升到國事高度立 不要只講責任不講權利 剛吹年輕人結婚,國家出錢碼 計劃生育罰的錢能夠還碼 如果令A股和美股一樣漲勢 相信很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 還有人說誰不想結婚 現在是物質社會 每個月拿著幾千元的工資 最基本的條件要買房 一套房也要上百萬 所以現在很多年輕人都不願意做房勞立 他們不是不想,他們是不敢結,結不起 今年新年有的現象 有更多人去廟上香拜佛 黨媒也報導了這番熱鬧 說在上海、深圳、杭州等地的寺廟 鄉下樂易不絕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北京雍和宮 網友說大年初一,感覺全北京的人都來雍和宮了 據說多達6萬人,雍和宮25元的門票 正如初一至初五已經受慶 如果開放不限人數,會有多少人拜廟? 今年去寺廟祈福的人數創新高 與社會沒有春天有直接關係 網友估計 估計佛祖今年聽得最多的願望就是大英雄起立 有不少評論預測,北京新的一年只會比過去一年更難過 但沒想到,降一開年就發生了不少令北京頭痛的事 比如股市大跌,股民擁向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微博求救 還有求王美思到香港參賽沒有上場 甚至拒絕和特首李家超握手 這個都成為開年國際大新聞,香港也成為國際笑話 而就在大年初一,中國山東還發生了極為罕見的 特警開槍擊斃很多人的惡性社會事件 種種跡象都顯示 北京現在對很多事情都束手無策,失去控制 近日,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副總統哈里斯在接受採訪時說,由於拜登的身體狀況 自己已經準備好了接替總統一職 QK的是,2月8日司法部負責審查拜登的機密文件 放享車庫案的特別顧問會議,也給出了報告和建議 其中也提到拜登老了,記憶力差了 瞬間拜登的年齡和智力健康問題都推到了前沿 外界認為民主黨已經開始B計劃,要換帳了 哈里斯肯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表示 如果拜登的能力出現狀況,他已經做好了接替的準備 而2日後,關於拜登處理機密文件的特別顧問報告就公佈了 報告提到了對81歲的拜登精神狀態的擔憂 報告中還建議判拜登無罪 原因是拜登在接受採訪時表現出能力減退 說他是一位記憶力差的老人 事實是,只有當拜登自願下台或身體上無法支持提名時 才能夠部署後備策略 而突然傳出這個消息、外界分析 這個與民主黨的選情低迷有關 報導提到,哈里斯肯任期內的政治技巧一直受到批評 因此,關於哈里斯能否擔任總統一職的討論 一直都是肖肖進行的,但現在卻公開化了 報導還引述了曾在奧巴馬和克林頓政府工作過的 帕爾·米耶利的話說 在2024年的競選中,哈里斯總是會受到很多審查和壓力 現在這個時刻已經到來 我認為,特別顧問的報告某種程度上加速了這一時刻的道理 而霍士新聞報導 前總統克林頓的首席戰略家卡維爾也認為 肯拜登拒絕接受11號超級碗採訪後 白宮對他的信心也不足立 卡維爾說,這是最大的電視觀眾群 拜登有機會在那一天接受20-25分鐘的採訪 而拜登卻不接受採訪 這個講明工作人員對拜登或拜登自己對自己沒有信心 除此之外別無他因 華日報導說,近幾個月來 克里斯已經開始承擔了越來越多個公共責任 他已經成為政府在躲胎權利問題上的首席信使 負責白宮新成立的槍支暴力預防辦公室 而克里斯也曾經與拜登一起 與以色列總理萊塔利亞湖通電話 據霍士、政客等等多家媒體報導 到目前為止,民主黨人已經開始為他們的總統候選人討論B計劃 一位熟悉內情的人士透露 在特別顧問報告發出後無來 克里斯的團隊就接到了白宮西翼助手的請求 希望他能夠在星期日的新聞節目中為總統辯護 克里斯就立即公開評擊這份報告出於政治動機 而關於這份特別顧問報告 資深媒體人張天亮的分析說 這個應該由民主黨最保護拜登家族的司法部長加蘭 以及民主黨高層審閱過之後公布的 他認為是民主黨在面對輿論的壓力下 加上最新的葉普索的民調顯示 有86%的選民不認為拜登可以再選2024 而川普的民調已經高於拜登 所以才會決定換帳 現在可能就是克里斯在被民主黨漸漸推上舞台之時 大家可以靜觀其變 近日馬斯克在X上發文說 幾個月後我將會註銷自己的電話號碼 指使用X收發信息 接打語音和視像電話 收購Twitter改名為X想打造一款包羅萬象的應用程式 馬斯克這番做法 從以往的操作之中就可顯端危 自2022年10月27日 以440億美元收購社交平台Twitter以來 馬斯克已經多次表示他想打造2.0版Twitter 也就是一款包羅萬象的應用程式 包括加密資訊、長推文以及支付等功能 2023年5月馬斯克發布推文說 很快將會推出語音和視像聊天功能 你可以通過帳號和平台上的任何人聊天 這樣你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聊天 而不需要給他們你的電話號碼 不僅如此 X公司還在去年6月份 在新刊部12州獲得了第一張交易許可證 後續又陸續獲得了很多州的批准 直至今年1月 美國已經有15個州批准X向用戶提供支付功能 馬斯克預計X將會在今年年中獲得美國所有州的批准 查閱相關資料發現 馬斯克正在進行大手斑壓著 以便將經營艱難的X平台的微型博客 轉型為一間可以營利 並和微信分庭抗禮的社交平台 具有可以滿足用戶日常需求的一站式通訊樞紐功能 馬斯克紅心勃勃的計劃想取得成功 X平台必須成為用戶和世界的主要通訊接口 實現這個目標的策略之一 是說服民眾從傳統的電話通訊 轉向通過X平台進行交流 現在馬斯克打算從自己開始 發出自己和世界的聯繫方式 將會發生徹底改變的訊號 所以馬斯克告訴自己的1億7千萬粉絲帳號 在幾個月後 我將會停止使用我的電話號碼 指使用X平台發短訊和進行語音視像通話 在設法從其他社交應用程式那裡吸收流量的過程中 馬斯克已經對曾經的Twitter進行了徹底的改造 在這個過程中 馬斯克也招致了爭議 不過這些爭議對於馬斯克來說並不算什麼 而且永遠不乏深信馬斯克 不管有多困難都能夠取得成功的人 俄羅斯總統普京這個星期 在接受美國知名傳媒人卡爾森的採訪時說 沒什麼能夠阻止馬斯克 多謝收聽這一節的今天新聞再會 巴 Aur Produ